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老太太没事我可告较 我谢谢 孩子嘛 这孩子我70了 我这心脏病犯了 要不他们及时 尤其这个孩子 我一开始跟他说说 给我拿凳子 又给我买水 还有这个孩子一直给我按摩 还有那个刚才按摩那个 还有一孩子 三十多岁的姑娘走了 那我缓过点的了 这又不行了 但是他过一会儿 那个心脏病又开始犯了 就感觉那个病是一阵一阵的 然后后来他们那个 那工作人员也给他们打了 那个99应该是999的急救 然后那个 就是救护员就随后也赶到了 然后给他测了各项指标 比如说血压还是血糖什么的 还算比较正常的 他们那个拿单价 把老太太抬走的时候 就是我看着感觉 那个情况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明视频APP等你下载